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十历的时候我们提到红十历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列过 其实从个别的著作层面来说 徐博军先生的研究更加少 这个所谓个别的著作的层面 就是说以徐博军一个人的学术思想 作为一个整传的研究 基本上据我现在看是不多各眼 当然这方面是有原因的 因为徐博军先生可以这么说 他是一个半途出家的学者 他五十岁之后才选择当一个学者 甚至乎严格来说 徐博军是一个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 他是一个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 至少相对于唐君丽或者某中三先生来说 徐博军是不会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系统的 他不会的 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学者 所以在个别的研究来说 徐博军可能是比起雄十岁的研究 是更加缺乏意列过的 不过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从一个不是哲学的角度 从一个普通的研究角度来说 徐博军先生的影响力或者知名度 在香港或者台湾的学术界是比雄十岁高的 比雄十岁出名的 因为如果你有听过我之前一两集说的 雄十岁是特别的 他的选择上 他去了中国共产主义 他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受到毛泽东的礼遇 他甚至乎做过定协 他比较特别的 在大陆方面可能雄十岁就有名 但相对来说 在台湾和香港 雄十岁的名字一定没有那么出名 而徐博军甚至乎 应该这么说 徐博军在五十岁之后 有二三十年 在香港和台湾都教书 而他的著作也是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文章也是这些刊登 相对来说 在台湾和香港的影响力 他会出名很多 加上甚至乎这么说 他既然在台湾和香港的影响力 一直在大学或大专学界的教育之下 他也有很多的门身 成为了后来一些著名的学者 再加上他就特别 他特别是什么地方 他真的有参加过政治 和重均的学者 他这个心分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形成到他对于 他对于香港、台湾 或者大陆一些政治的评论 是得到别人的一些特别的注意 所以他甚至乎这么说 如果我们说作为一个这么特别的学者 他的著作是很能够代表他的 第一本 应该都是头几本 出版的著作就是 《学术与政治之间》 这个很能代表到他的一个学术地位 他又讲政治又讲学术 而他的讲学术 或者讲的政治 都并不是口讲政治 他直接地曾经参与过 一些高层的政治的斗争 甚至乎 他甚至乎是年轻的时候 都不年轻 那时候四十岁 四十岁的时候 是跟蔣介石有会面 并且参与一些高层次的政治决策 或者有分在里面的人 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学者 而徐富冠在学术研究上 或者未必能够 好像红十力 毛中三 唐君人那样 做出一个自己的思想系统 他不是做这件事的 他不是建构一个 不是建构一个 身为色论 或者是体用论 或者是两层存有论 或者是心灵究竟 没有建构这些 但是他从史学方面的知识 是另一个途径 用什么途径 他说 以分构来建议你的方式 在扎实的史料根据之下 做出种种的翻案文章 好像中国人性史论 先诚篇 两看思想史 和中国艺术精神 这些著作来说 可以都说是用史学的方法 来开展出一个有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正如我们现在会说的 会分享的 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 都很特别的 都很特别的 一些开拓到一些新的领域 在徐福官先生之先 他就不是很多人说类似的题目 就是中国艺术精神 其实就是说美学 美学很明显 因为西方思想的一个产物 但是中国人很少说 说艺术可能也要说 艺术精神其实就是说美学 不过 另一方面可以这样看 徐福官先生的开创性是很高的 他自己甚至乎 在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的罪言里面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 宁愿多做一点开路足跡的工作 而期待由后人铺上游泊路面 在这方面来看 这一点来看 徐福官先生他自己很知道 他所做的工作其实很有开创性 甚至乎这个开创性 加上他对于方法论思考的注意 对于史学方法的研究 他也树立了一个很特别于 跟当代新瑜伽其他几个人 很不一样的学者形象 这个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有兴趣去探讨 或者去分享一下 徐福官先生的文章就是这样 好了 今次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徐福官的着作就是 中国艺术精神 作为徐福官先生在 我们叫做学术界的四处闯荡 他好像什么地方都留一些痕迹 很特别的 《独特著作》 这个是《中国艺术精神》 《独特著作》 这本书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 是有开创性的研究 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甚至指出以庄子的艺术精神 作为主导中国艺术表现的内容 甚至是成为了研究庄子美学见解 或者中国美学思想的人 是不能够回避那些议题 即是说无论在中国内地 或者台湾都有博石士论文 即是学位的论文 是以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主题 其中也有几本的博士论文出版了 所以可以这么说 尽管 徐福官先生认为 晚年的两项思想史 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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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一直都对于中国艺术精神 是有些高度的 对于开创性的价值 不过 正如我所说 我之前也说了 徐福官先生的研究 在个别的层面来说 可能是比红术力更加少 尤其是 尤其是 对于 徐福官先生的整个身平 或者整个学术的研究 可以更加缺少 用这方面 我用哪方面去做例证呢 其实可以用 早年 如果大家对哲学有兴趣的人 应该都不会错过 就是台湾东大 东大图书出版社 他曾经出版过一辑 很丰富的 世界哲学家从书 由韦正通先生 他们主编的 一大图重说 囊括了中、西、印 很多哲学家的思想 整体性的研究介绍 囊括了很多 你会看到 徐福官先生是没有的 是没有名字的 甚至乎这个没有名字 是连计划出版的名单都没有的 当然我都说过 徐福官先生 他本身 其实你未必当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是一个思想史研究的学者 你可以当中文系里面的一个教授 甚至乎他是一个历史系里面的教授 当然他中文系教授 是很明显看到的 因为他曾经在台湾的东海大学里面 是做过中文系的系主任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 其实他是一个国学家 国学大师 所以 我在分享 徐福官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之前 我都希望介绍一下 徐福官先生的生平 以及我如何认识 徐福官这个名字 给大家听一下 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是从一本文集里面 去见到有徐福官这个名字 文集的名字是很厉害的 文集的名字叫做 就是徐福官先生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徐福官先生 就于他们学生会的粵会的广告而发表的 当然了 接下来我看了这篇文章 觉得很有趣 心的文化 用心这个概念 去说中国文化是怎样来 或者有什么特质 比较特别 我看了都觉得比较OK 有些见解 有些见地 但后来我没有 好像红十力那样 我也没有跟着去做 详细的研究 因为有段时间 我都可以这么说 有段时间是研究 主要都是宋明理学 甚至乎是茂先生的思想 后来就牵涉到有唐冠律先生 再慢慢一路整个架构 整个现代新儒家的一个群体 整个体系去研究 都是近几年的事 当然了 在自己的写作 或者自己的阅读上 也有阅读参考过 徐富冠先生的部分的文章 好像中国人性论史的先询篇 我相信这本书 差不多每一个对于 古代中国哲学有兴趣的人 都要参考其中对于 曼子、孙子、人性论问题的讨论 除此之外 也有看过 在一些文学思想上 徐富冠先生都有中国文学精神的书 对于文心丢论的讨论 也是不能够忽视的 而我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看了徐富冠先生的一本书 就是 《徐富冠的最后日记》 《无愧赤布,果头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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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我不是主要参考或者研究徐步观 不过近几年似乎有些改变的 那些地方就是我现在对于徐步观先生的阅读 其实是集中于他的两看思想史 理由是我个人对于看待如何产生了一些研究的兴趣 如果用问题来表达 看待如何如何由独尊愈合之下 演变成游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这些思想 而成为统治者所用的思想 这是特别的 甚至在汉代有些人物的思想也比较特别 例如陆架作为汉高祖刘邦的一名食客 所谓食客可能是一些智富的智郎 他只是一个智郎 他怎样能够用说话技巧来说服刘邦 刘邦你记住 如果现在有些电视剧也说 刘邦其实是一个市政之徒 这个市政之徒他能够马上得下 他只会认识用马上治天下 但是六价正正是告诉他 不能够只用马上治天下 甚至乎由六价说服刘邦之后 他怎样去到令到看待能够用一个行人意 甚至于法先王的如今思想的智觉 这是六价的技巧 六价的说话技巧 甚至乎这个说话技巧包括他的思想 即说说话不可以只有说话技巧 即是一些语言艺术 只有艺术没有内容的 你一下子就可以突破 因为他有内容的 在现在现场的六价新语的12篇里面 据史记所记载 六价每读完一篇 刘邦也大力拍张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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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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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面对着一个低下诚的统治者 六价的说话技巧 和思想的冤博 都在新语中呈现出来 也由于六家在看初的时候的统治思想的概流 而致使到看待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胜制 而徐复官先生在两汉思想史里面 对于六家的讨论正正也是针对于 赋予六家具有稳定政治与社会的贡献 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很奇怪 我只是原来近年集中于去到看 徐复官先生的两汉思想史 不过原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艺术精神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其实也没有说为什么 因为两汉思想史基本上是有三大卷 而撇除了第一卷是作为一个背景思想的讨论之下 两大卷也有很多东西 甚至于每一个人物 里面也有很多人物 我相信如果就这样一两集的讨论应该说不完 甚至不要说不完里面也有太多东西 那会留在于我可能应该再迟些会说 汉代余学的现代诠释 那里面可能再分享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看下似乎 似乎不一定 只是从一个哲学角度去看 从一个思想史的角度去看 也都有一些得着的 到时才跟大家说 我暂时来说 我相信这一节暂时说到这里 因为我暂时似乎都 还没说到徐沪观先生的身平 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概况 还没说到 但只是说到我自己对于 徐沪观先生的阅读分享 暂时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 我们来到第二节 我们继续分享当代新瑜伽的经经阅读 现在我们先略略介绍一下 徐沪观先生的身平 徐沪观先生身于1903年 农历的一月三日 即初三出世 原名叫丙相 他父亲是一个特别的 他是一个落地的书生 只是在乡间的私属里面 作为一个教书先生 不过由于父亲后来发现 徐沪观先生他自有很聪明 所以就有要求过 徐沪观先生完成自己 未能够完成的学业的期望 很明显就是考取功名 父亲特别对于徐沪观有严格上的 学习上的要求 很明显就是希望徐沪观能够代表他自己 做官 不过徐沪观先生自己 就自己这样说 对于父亲的要求 他常常 就刻意表现反叛 徐沪观先生在八岁开始 就从学于他自己父亲的私属读书 读的当然就是古籍一些的线装书 大概在十二岁那年 读了四年 十二岁那年 他是第一名 考入了 欺水院的高镇小学 从这个第一名考到去 你会见到 即是说 他固然有自己聪明 而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之下 他也是读了 读了不少书 能够考第一名 自此之后 就是以寄宿生的身份来学习的 徐沪观先生自己是这样说的 脱离了父亲的监督之后 寄宿的生活 他自己对他的学习是冷散和任性的 当然这些冷散和任性 是相对于父亲的要求来说的 因为我们看他父亲的要求其实很高的 徐沪观先生他回忆 他读高小的时候 即寄宿的生涯 他会回家的 回家的时候 他会应回父亲的要求 就是说是要背诵左转里面的业数 然后背诵那些业数 即是根据他的进度去读书 即是说 在相对的要求 父亲的要求来说 他好像冷散了 甚至乎 我们可以这样说 他这个冷散 其实是不是这么冷散 还是是不是他不聪明 其实他还是聪明的 因为 徐沪观先生 在高等小学毕业的时候 即是18岁的时候 他毕业了 他能够考入到 这个 湖北武昌 第一师范学院 有这些方面 看 就是说 徐沪观先生虽然说 他读高小的时候 是一个冷散 或者任性 但是这些冷散和任性 可以这么说 只不过是反叛的心态 可能是反叛心态而说 未必真的这么冷散和任性 当然他自己也说过 他在小学的生涯里面 他自己说 他是名列 就是名列 第一名 以最优秀入学 不过 他的毕业 就不是最优秀 但是 不是最优秀之外 他甚至说是考第尾六 这么说的 当然这个考第尾六 不知道他怎样 以这个成绩说考第尾六 但是他能够 在武昌师范大学的时候 即是师范学业入学的时候 他能够 能够 能够 是考到入学的 证明了他也不会太差 对不对 那么 由18岁至21岁的学习生涯里面 徐沪观先生对于国学知识和写作能力 有另一个层次的体会 甚至是 专长于写什么呢 写翻案文章 这些在他自己的日记 一些回忆录里面 即是我的学习生涯里面 是说出来的 那么 甚至乎 这个 擅长于翻案文章 他甚至乎是这么说的 他是解读于古籍的讨论 有反复乱政的风格 这个反复乱政的风格 甚至乎他写作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些东西不能够 只是技巧上 而在内容上 都要有的 在里面 他就去看很多古籍 在古籍里面 增强了他一些 写作的内容 这些内容 也都甚至乎一件事 很特别一件事 徐步官先生 他常常提到他父亲的 甚至乎他读师范学院的时候 他回到家 他回到家看望家人的时候 或者是休息之类的时候 他爸爸还要求他 每个星期 写作一篇文章 给爸爸看的 当然 他写给爸爸看的时候 他甚至乎觉得自己 徐步官先生 能力上已经被这位 落地丢身强很多 尤其是他特意刻意做一些 翻案文章 对于古代古籍的 普遍的研究 普遍的论述 那些定乱的东西 他 就做了一些 讨论 一些翻案 认为不是这样 在这里面 徐步官先生 认为自己的能力 已经高过他父亲很多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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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从徐步官心态来说 可能做了一些 不孝的事 或者做了一些反叛的行为 他说 甚至乎他 在日记上形容 在学习生日里面 他这样写 就是爸爸看到之后 父亲看到之后 无可奈何的 没什么说的 说不了多少 我反过来说 比较有趣的 如果作为一个父亲 看到的儿子 想他 想他有高明 想他有学悉 而看到他写这些文章 是超越了自己的 我相信这个 不是无可奈何 或者是不出声 可能只是不出声 不表态的 赞赏来的 其实是不表态的赞赏 其实是觉得 他聪明的 不可以再多于一言 或者是一些 奈何 可能是一些 中国传统男性的 不是将一些喜悦 或者赞赏 不是表露出来 这么说 因为这件事很特别 对不对 那 接着 他再看到 这些风格 这些风格 其实你一见到 他 成功官司先生 后来的写作里面 是很强烈的 一件事 也是做这个法案文章的 就是他的两项思想史 我都说过 我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时候 他就经常都是 用一些的资料 去再讨论 一些的史实再讨论 尤其是讨论 学格里面的定论 他由一些史料 再发掘 再翻案 去看 这些已经形成了 他一些 学习的风格 你可以这么说 当然 徐宝君先生 既然在私奉学院 的时候 有一些 的兴趣 甚至是一些 进展的时候 他在 23岁那年 他是18岁到21岁 就在湖北武汉 武昌 第一师范学院 读 他23岁那年 他是投考 湖北省的 湖北省立的 武昌国学馆 他 这几年的进步 令到他在三千多名的 考生里面 后第一 似乎你看到的 徐宝君先生 是应验了 他爸爸 是看到他一个 至少 都是聪明的 一个 一个小朋友的 一个 有才质的 一个人 可以应验 做这件事 他真是聪明的 就是 三千多人考考第一 不是小野的 好了 由24岁 这些 由他8岁 讲到他 24岁 其实我们叫做 他这方面 主要都是 学习的阶段 主要见到 他由 由私塾 去到高等小学 然后考进去 师范学院 然后 又去到国学馆 好了 其实由国学馆开始 他正正 就发展他的 军政的生涯 先后 参加了 国民革命军的第七军 被 被委 甚至乎被委任为 散立的第七小学校长 而在28岁那年 更加得到 国民政府的资助 到日本的明治大学 公道经济 后来 又因为 学费问题 而转到 日本的 陆军 士官 学校的 就读步兵科 你会见到 徐陆军 为什么有些时候 他的阅读能力 是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 英文能力不高 但他日文能力高 因为他在日本留学 甚至乎 他有些翻译 翻译了日本 日文的翻译 而他对于 西方哲学的认识 其实很多时候 是透过 日文的翻译 去认识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刚才说到 他是 去了日本 公读经济 先公读经济 后来又因为 可能是经费问题 去了 去了 去士官 学校 做一个 步兵科 不过 正正在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就发生了 常国官在日本抗议 然后入狱 别人日本官都是中国 你中国人在日本读书 还在抗议 他 就被人去到攻击 是吧 他被人要坐牢 那时他已经29岁了 在30岁那年 他先回到上海 后来 正式 去到港西 被派任 担任军职 那一年 的职佳 先是 警卫团上位 后来就升至少教 31岁那年 更加调升至宗教 并且参加了 参加了 南京的内政部 去到做内政了 33岁的时候 又调升至 调升至任职 去到 浙江省政府 上教的参谋 你看到他的职位 一路一路上升 其实也都 关乎于 关乎于 他一个叫 知识分子有关 能够被委派 去到日本读书 并且 亦都考取到 高的成绩 就是说他是 聪明的人 由聪明的人 慢慢升迁到很快 而在 1937年 抗战开始 徐步官参加了 不少的 见识 亦都曾经担任过 领军 教官 参谋这些军职 甚至乎 在41岁那年 他能够跟蒋介石见面 参加高层的一些军政工作 同年 即他41岁那年 徐步官 也都初次 在缅人书里面 拜会了红十历 自此成为有司徒关系 这方面 这方面 你见到我们 从24岁 至41岁 或者40多岁 他一直都是 有一个军政的生涯 但是 后来由于很多的军阀 就是派系 始终有政治的斗争 和国共的 国共之战里面 内战的问题 种种问题之下 大概徐步官 在44岁那年 开始有民生退役的意欲 直到49岁那年 他正式脱离军政的生涯 你见到他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的人生 由 8岁 至24岁 是读书的 由24岁 至49岁 是做军政事的工作 虽然里面都有读书 有进修 但是主要是军政事工作 并且 你见到 他的 他的 军阶 是很高的 由宗教调升到 上教的参谋 参谋 是不小的军阶 甚至去到 跟蒋介石见面 入到 蒋介石的幕僚里面 去到 提供一些意见 这些你见到 他的 他的 政治的 地位 是不低的 不过 正如政治地位不低 但是他有派系的问题 有很多这些 其他的 种种问题 令他后来要退出来 当然 亦都有 他拜会过 洪十力 亦跟洪十力有 仕途的关系 在里面 令到他名身有 学术研究的 一个意欲 由大概 在1952年开始 徐富军先生 去了台中 在一个农业的学院任教 两年之后 他大概54岁的时候 徐富军先生就应东海大学的邀请 而成为 东海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兼 是主任 从此 正式 埋手于 学术研究 出版了 政治与学术之间 中国思想史论习 中国人性史论史 先诚篇 中国艺术精神 公孙龙子讲朔 这些书 直到 67岁那年 因为发表文章 受到政治压力之下 而在东海大学退休 你发觉 原来他都在 东海大学里面 都教了十几年 是吧 教了十几年 也都出版了大堆的书 他在东海大学退休 那他做什么呢 他在第二年 就来到香港的 生涯研究所任教 由1970年 到82年 12年里面 都在香港生活 并且做学术研究 在期间 也都出版了 《两看思想史》 《瑜伽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 《中国思想史》 续篇 这些书 在1980年 徐富君先生发现 患上胃癌 在经过台大医学院接受手术之后 得到传语 可惜 两年之后 癌症复发 迅速的抗担 在1982年的4月1日 逝世 享年也有80岁 他享年也不是很短受 也有80岁 也因为他有80岁的寿命 令到他虽然只是在50岁之后 才做学文 但他也有30年的做学文 并且又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 里面 最出名的当然 当然就是他自己认为能够最代表到他的就是两项之上事 不过他早年的 我说他早年的四维的闯荡 在学术界 学术不同的领域 去到游利的时候 发表过的 中国人政论史的先程篇 中国艺术精神 这些全部都可以说得上有一定的价值 因为是很特别的 他是一个有翻案文章精神风格的人 对不对 刚刚说完就是徐步观先生的 新评 除了他的新评之外 对于 对于 这本 中国艺术精神一书 目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 一方面 一方面 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来说 主要说他有开创性的价值 但是 不是说已经完备了 因为 譬如好像 刘春元教授曾经也说过 现在 很多的中国史 中国美学史的论述 的著作 内容上 已经超越了 超越了 中国艺术精神 这方面是 清楚的 因为 徐步观先生在自己 中国艺术精神的罪言来说 都说过 他只不过像一些铺桥踏路 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 给后人 去到铺游泊路 即 能够一路建构下去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 徐步观先生也都这么说 另外 从中国思想 尤其是 庄子的艺术精神来说 也都引到不少的批评 因为 甚至乎有人批评 庄子是有艺术精神 有美学的思考 不过没有美学的完整的思想 这方面也有很多人去到讨论 但是 你可以这么说 徐步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 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多讨论 尤其是美学 或者 装子思想的研究里面 这些讨论 是有价值的 就是说 徐步观先生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思想史的研究大家 一个国学的专家 他一埋手于一个学术的研究里面 立刻可以引发到 这些讨论 其实是很厉害的 另外 以徐步观先生这本书 以这本中国艺术精神而出版的 的著作来说 其实都有好几本 例如 有刘佳荣的徐步观美学思想研究 2007年出版 在中国大陆 另外也有 郑雪花的徐步观美学思想研究 在2010年在台湾出版 当然 有一些并不是用 徐步观美学思想为主题研究作作 也有从中国艺术精神 庄子的艺术精神 这些题目 来讨论的霍西士类文 或者一些出版的 在这里我不一组一列出来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这些研究概况来看 徐步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 是有 很强烈的 开创性的价值 甚至乎 尤其是指出了 中国是具有美学思想 即不是没有想法的 有想法的 这个角度 又或者 是从庄子的艺术精神 要作为主导去讨论 怎样去发掘 导家的思想 我们发掘这件事 的时候 就是 徐步观先生的开创性 和原创性都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是值得和大家讨论 或者引起大家的 谈讨的兴趣 希望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 徐步观先生的 中国艺术精神 我暂时 今集暂时讲到这里 下一两集 会集中 分享 中国艺术精神里面的第一章 和第二章 其他我不讲了 因为我愿无意外 一定的时间 但是下一集 我会主要讨论剧 就是徐步观先生 中国艺术精神里面的第一章 说什么呢 就是说 孔子的艺术精神 那么暂时 今集讲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